瑞穗香公所积极整顿瑞美运动公园设施设备 而今年除了3000多万的风雨操场完工启用 包括图书馆以及树屋、园区廊道等计划 在各项补助经费陆续到位后 乡长吴万德今天上午会同客室主管到现场来会刊 为明年5月份将登场的 嘎独法海联合风年节文化活动场地予做准备 瑞穗香每两年一度的嘎独法海风收节文化活动 前年受疫情影响顺延至去年 而一群往历也在瑞穗国小登场 然而停车不易以及考量校园环境的不便 香公所打算明年度转移阵地 选定瑞美运动公园作为活动场地 但是明年如果办这个活动 我们相信我们希望是在这个活动上 一起办 也把这个路面这个草皮甜品啊 石头的移动这样子 今年如果顺利在这里办的话 相信就可以省掉一些帐篷费或者什么 因为我们可能会用到这个 风雨操场 但是对啊 可能就用在场地上 我们就把这场地准备整理 为了善加利用瑞美运动公园的环境空间 乡长吴万德争取3000多万元 今年度完工启用了风雨操场的建设 并且也陆续办理了包括三对三斗牛赛 端午节的包粽子 以及重骨科运剂等大型活动生活好评 如今面对明年 加都发害年度重要文化活动 乡长吴万德今天上午就会同 原民客长志宣现场会刊 积极来整顿整个环境空间 因为我们现在有拿到的 就一个县府的那个树屋的嘛 还有一个是一元的120万的廊档 前期的前期的规划 会不会来得及在我们办高度保派的时候会完成 这个树屋也是差不多要动啦 所以来得及 来得及 目前相公所在客委会以及现议员中树镇的支持协助下 计划包括图书馆内部设施 树屋的改善优化 以及园区廊道的建制等等 另外因应加都发害丰收纪文化活动现地 乡长表示 也将移除现地的石头造景 潮地整平 以及改善台水 若工程作业顺利 希望能赶在五月活动前夕 瑞美运动公园能全面整顿完成 记者张敏泰十一遇栏 瑞瑞采访报道 字幕志愿者公园呢 记者公园能全面整育 感谢收纪文化